今天我想带你去 我们系列中的下一个subshita 关于奶牛保护盒 牛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将只是一个非常短的视频 范文说靠描述为什么我们应该 视牛为重要的生命 人类社会以及它们为何存在 我们的妈妈们 我收到了这个问题 几次人们问为什么叫牛是妈妈 有些人不叫 似乎明白我完全可以 明白为什么 因为在现代社会 数十万头奶牛被杀死 每天都有几个 对此感到高兴的人 另一方面支持牛屠宰 身边有很多人 积极帮助支持它们的奶牛 并试图为它们寻求帮助 试图保护它们 但是 嗯 没有足够的解释 是 可用于为什么奶牛很重要 人类社会中的动物 以及我们能做什么 为了保护它们 我们今天做 和我们一起有Gethro 这是Gethro 和它也被称为吉他 这是 西塔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想解释一个非常漂亮的 梵文Sabashita 给出我们称之为的确切原因 牛当妈妈 它说一头牛滋养人类 它的牛奶和它的爱就像它一样 滋养它的小腿 以同样的爱和同样的营养牛奶 还有什么可能是原因 证明那头牛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这与任何 宗教它基本上只是一个 我们都必须的人道主义 本能 慈悲结合的牛 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应该认识到 我们应该尊重它们作为我们的 妈妈们和 恶当然牛又是狠 经济动物也是一种非常 经济动物和一些奇妙的 关于奶牛的事情 是 奶牛可以 是的 当然牛是非常经济的 动物和奶牛 可以成为你知道的来源 治愈人类所有的疾病 今天大多数疾病都像 癌症糖尿病等等 危险的生活方式疾病 我们 实际上 只是照顾奶牛 可以用它们治愈很多疾病 牛尿 你知道我们 甚至可以治愈癌症 牛粪 你可以长出惊人的自然 花园 你可以 你知道有 有机食品 使用牛奶 你可以滋养你的 家人 和你自己还有这样 许多产品使用牛仔 你可以饿 你知道 再次滋养自己 我们最有营养的物质之一 地球上有这样的 母牛的许多用途 并在统一 甚至公牛也很有用 它们可以 用于传统农业 不用你知道污染 拖拉机 或 你知道危险的 你知道的 杀虫剂 它们是拖拉机 加上它们 它们也有肥料 在农业上 做它们的工作 所以公牛 对农业非常有帮助 它们的产品 像牛粪和牛 小便也很有帮助 所以我相信 我们都必须来 一起帮助奶牛 呃 如果你当地有一些奶牛 花点时间 出去吃饭 它们 并尊重它们 重视它们和 放一天假 花时间和奶牛 和你在一起 看看 有多么有创意 和精神焕发 你会在第二天 非常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